Echo of Wings 一支声中文配音社团 我父亲根本没有去世 这个骗子却说他祖父已经过世 我儿子是什么样 我能不知道吗 海龙连续三年业绩下滑 这些我金海龙都不放在心上 但我要知道 我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 是死是活 那您认为操控这场狸猫换太子的幕后主使是谁 金先生 有人猜测是海龙高层一手遮天杀人吊包 目的就是为了独吞海龙 您怎么看 主使是谁 中间牵扯了多少人 现在还无法断言 但是他们对海龙的企图心 我是看得清的 我经海龙虽然隐退多年 但海龙几团 到底是我打下的脚膳 我绝不容许他们这么放肆 金海龙准备得很充分 报警选的都是跟他关系最铁的江陵公安局 郑美容的关系根本就审不进去 报警之前还要先大张旗鼓开个新闻发布会 我看这种闹剧的幕后主使是他自己才对 这么多年 他什么时候关系过金世安 这时候倒是要为儿子鸣不平了 那他被关了多久 前天被传唤了一次 今天凌晨又被传去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 联系他联系不上 有没有做亲子监定啊 没有 白阳 你实话告诉我 金世安到底是不是本人 是本人 什么 是本人 李总 去做亲子监定 他真的是金海龙的亲生儿子 这个不会错的 既然是本人 那金海龙这次 就针对的是金世安了 这老东西到底想干什么呀 这件事情要是在恶化 我知道李念想说什么 如果事情到了最坏的地步 不光秦怀莫会面临腰斩 金世安 还有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名声地位和前途 都会被毁得一感二惊 泄弄于水 金海龙到底为什么要这样 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呢 光你知道了 如果金世安如你所说 真是本人 那你一会儿就实话实说 千万不要变假话 知道了 能护着郑美容的地方就护一下 别坑他 现在海龙不能出事 郑美容跟你也没多大仇 他和金世安的事情是小事 你明白吗 明白 我跟你一定会被分别询问 别紧张 金世安能回家的 我让小马在外面等他了 你问完之后不要等我 直接回金世安那边 我和郑美容之后去跟你们会合 嗯 去吧 不要怕 什么事情 还要我和你金爸爸 没人敢把你怎么样 还他们看我干什么 赶紧进去 你金爸爸还等你救呢 还要问金融的坚果工作 和未来的改革方向 到底怎么做 所以呢 又分析出 这要进行全单位的攻击 从事要拨留死角 金先生 是我貌美 我听说你喜欢男人 爱才之心 谁人不用 也不知道姓许 成天趾高强个少性 不就是仗着自己和金总那点 见不得人的关系吗 什么关系啊 你以为金总真把他当宝贝啊 没发现吗 许之柳 长得多像白羊啊 小心 死了 你喝醉了 直柳 我请你来海龙 是希望你大展宏图 你是个有报复的人 什么意思 就是你听到的那个意思 你对我 我怎样对郑总理走 也就会怎样对你 我说过 爱才之心 谁人不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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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调包目的就是为了独吞海龙 您怎么看啊 竹石是谁 中间牵扯了多少人 现在还无法断言 但是他们对海龙的情形 我是看得清的 我惊海龙 虽然也有多年人 知了 你也在这儿啊 苏洛峰 瞧啊 哼 你在海龙 做了怎么样 不错 那海龙的总裁 对你还不错了 嗯 这个人做着生意 怎么听说 还去学剧本啊 好像真是他学的 嘿嘿嘿 这跨度也太大了 不过我听说他之前 不学无术啊 我也是这么听说 可你见了就知道 他真不是那种人 很有才学 我信 不然你也不会跟着他回国 我 反正 总之比我好就对了 快酒吧 究竟会有怎样的惊天翻转 海龙总裁是否真的被杀害掉包 幕后黑手的巨大野心 反而将海龙置于死地 请海龙能否力挽狂澜在重重阴谋中保住海龙 广告过后我们接着分析 海龙と坚尽 要是柳空的 有时间出来见一面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来了 我这妈再也见不到你了 傻话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金沙 你原来有胡子的 我又不是太监 当然有胡子了 我从来没跟你一起挂过胡子 你说 我还有多少事没跟你一起做过 怎么了 是不是吓着了 没 金沙 我帮你洗澡吧 那咱们去浴室 把眼睛闭上了 别睁开 一会儿洗把水进眼睛里了 怎么我好像是刚从牢里帮出来似的 你这是给我洗晦气呢 我想对你好一点 睁眼吧 金沙 等这件事过去 我就去跟我爸说 是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不怕伯父生气 不怕 你这么好 他一定会明白的 从前没问过 你跟你父母 不 是以前的金沙 为什么会和他父母关系那么差 他父母离婚的时候 闹得天翻地覆 一点情分都不胜 他对于他们而言 不过是 挫爱留下的孽果 昨天我在警察局 见到金海龙的时候 他看我的眼神 一点也不像个父亲 很冰冷 很警惕 像一头狼 他父母是因为什么离婚呢 怎么搞得这么僵 大概是 因为金海龙寻了新婚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个时候 他们因为分财产的事情 闹得很难看 最后结果是 两个人平分了两亿美元 各奔东西 留下一个海龙集团给我 给你 我以为金海龙会自己夺走 王静林是不会松手的 这是夫妻的共同财产 他怎么可能让新婚百战便宜 两个人就是因为这个争了很久 最后选了个折中的方案 留给他们的儿子 也就是以前的金山 哦 以前他那么吊儿郎当的样子 他们也不怕他坐吃山空 所以说 他也很幸运 找到了郑美荣做副手 谁啊 李念和郑美荣 戴着口罩有什么用啊 现在除了你们 也没人来等我的门 幸好你这儿安保措施好 记者都被堵在外边了 就是害得我跟郑总 差点没翻墙进来 我们去书房 昨天晚上怎么样 他们采集了DNA 然后问了些片门的问题 我记不得 只好保持沉默 郑总 他到底是不是被你调包了 我有那么无聊吗 能不能不开玩笑 怎么那么烫啊 慢些喝 我总觉得啊 这件事情 不像伯父平时的伪人 你说对了 媒体那边的人跟我说 金海龙这次带了个副手来 是个海归 叫苏洛峰 新闻的事情 都是他搞出来的 金总啊 这位 不是你的旧情人吧 说正经事 我的意思是啊 等公安局那边 鉴定结我出来 我这边准备进会 既然金海龙 不顾父子情面 闹得这么大 那咱们 就跟他闹场更大的 看谁脸上难看 那我去找一下律师 准备起诉他诽谤 我父母离婚之后 我父亲是不是 又娶了一位新夫人 是啊 离婚之后 他去了上海 跟卢焦雪结婚了 卢焦雪有没有孩子 一直没有 现在要坏的话 也不是不可能 我马上查清楚 老张啊 帮我查一个人 叫卢焦雪 帮我查查他近一年身体情况 对 是金海龙的第二人机子 长期生活的上海 果然 去年刚做的泡妇产 在华山医院 儿子 是不是 是 老来得子 难怪 他现在与我针锋相对 所以 金海龙是想把海龙集团夺回去 为了他的小儿子 卢焦雪本是够大 连这个枕边 风头吹得通 我觉得 亲子监定做出来 可能结果会更糟 嗯 我是在想 如果证明了金善然是本人 那就只能说明他真的失忆了 而郑总瞒这个消息这么久 这才是真正的丑闻 说得对 看来金海龙报案只是虚晃一枪 他根本没有怀疑金总的真假 或者说 或者说我父亲根本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虚晃一枪 就是为了要我承认自己失忆了 他知道海龙真正的主心骨是美容 他要的 是你郑美容翻船 第一步掀起舆论 第二步亲子鉴定 第三步让我和美容 彻底失信于海龙的股东 按照我父亲的计划 他下一步 就该开始大量收购 海龙疯狂下跌的股票 一旦收购量超过总额的35% 海龙就会强行溢出给他 我现在手上的股份 只有30% 想一想吧 怎么力挽狂啊 散户里的股票差不多有30% 金海龙也不可能一口气都吃下 就算他想买 也要别人愿意买 可是还有大股东在 从现在的利益角度来说 导向金海龙是最好的选择 嗯 重点是 我们现在不知道 金海龙已经找上多少股东 要求发起临时股东大会的 是焦峰和图灵强 焦峰过去跟金海龙关系比较好 图灵强跟王静凌关系比较近 他夫人和王静凌是中学同学 大户里面只有赵伟昌和马燕是新股东 暂时算中理 马燕昨天问我公司到底怎么回事 我觉得他应该没较进距离 赵伟昌是他情妇 所以他们两个是同进同退的 可他们只有4%的股票 即便我们能联合他们 也达不到35%的决定性份额 我们在争取 金海龙也一定在争取 只要他先收足了35% 就能召开董事会投票 哪怕我们现在疯狂吸入散户 以金海龙的人脉 股东们投票的结果 恐怕 不会倾向于我们这边 阿世 怎么办 父子之情 如此凉薄 大概夫妻反目 会更加恨了 你是说 先生 有人要见你 谁 他说他姓许 他就是白痒 早上好 他就是徐志柳 我跟你说过的 你好 石安 把他保护得真好 他对我 竟然连一份忌妒和猜疑都没有 也对 他是这样干净漂亮的人 石安 有了他这样的情人 还会把谁放在眼里呢 徐总 有什么事情坐下说 别这么看我的艺人 我知道 他长得好看 电视上见过 幸会 保罗 给徐总搬把椅子来 好的 这件事 可能是我弄坏的 金总 对不起 徐先生 坐下再说吧 好 我想 我可以知道金海龙 联系了哪些股东 哦 徐总 你这两句话 说得太玄奥了 能不能解释一下 我认识苏洛 那个金海龙的助手 是的 上个月在1912 偶然碰到他 喝酒的时候 他跟我提起过这件事 苏洛峰跟你是什么关系 是我的校友 金海龙对他很信任 我了解他 这次的事情 多半是他从中作稿 我也觉得这次的事情太毒了 不像伯父平时的行事风格 我们现在能做的 一是争取先吸一些洒户的股份 然后 你们也需要知道金海龙 到底测动了多少股东 这个名单 我可以拿到 或者 我还可以尝试 去求一下苏洛峰 让他在金海龙眼皮底下 动一点手脚 他在我父亲手下这样得力 你凭什么去说服他 他一定会答应我 我怎么觉得这个场面这么狗血 谢谢你啊 许总 支柳 这件事 并不是无计可视 你不用太拼命 我应该的 那你有什么要求 要求 我求什么 难道你不懂吗 说吧 许总 能做到的 我们一定为你做 他们没有一个 真心相信我 恐怕都觉得我是来要挟金世安的 既然如此 那我就要挟给他们看看 世安 我希望你回归正常的生活 不要再和男人在一起 撤 可以啊 是不是我跟他分手 你就会帮他 那我现在跟他分了 你可以走了 做你许诺过的事 随许你胡乱说话 没有你的事 现在说这也没意思 许先生 你如果真是金世安的朋友 就不应该在这种时候 拿这种事要挟他 你保证会和他分手 许先生 你和金世安算什么关系 跟我又算什么关系 凭什么跟我要保证 我让你不要说话 果然是个狐狸精 等我消息吧 我会去找苏洛峰 保罗 送送许总 好的 白杨 你不解释解释啊 我是骗许之柳的 张大好本事啊 给你调教的一手好眼睛 我差点也被你骗了 神经病就要顺毛撸嘛 干嘛非要跟他嘴上过不去 你不怪我 怪你干嘛 你这么好 喜欢你的人肯定有一大车 你们能不能克制一点 行啊 你先跟郑总李总谈事吧 我在房间当你 在床上等啊 哎呀 你这人 我走了 一场胡闹 算了 许之柳也不是完全没用 希望他真的拿到金海龙的名单 周一开盘 我会全力收购 我这里也能拿出三千万 虽然拼不过金海龙 但能争一点是一点 过去你那么想要股份 怎么没买入 过去海龙股价那么高 我只想从你手上拿一点 不瞒你说 这些钱呢 是我给星星留着上学用的 何必如此 我父亲不会留下你 你把钱都套在海龙 以后靠什么生活 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说什么也要拼一把 帮你也是帮我自己 股东气氛只是一时的 我是什么能力 他们心里清楚 未必就会全员倒戈 而且说到底 事情因我而起 我做错的 我会承担 你们别看我 安龙的钱全套在张慧通身上了 他的片子太烧钱了 我还等着金总给我们拨钱呢 要不我来背过吧 先拿张慧通震一下股东 我自己请辞 失忆什么的算在我头上 了不起算我一个金融诈骗 我去牢里坐两天 平时看你们如狼似虎 怎么出了事 一个两个倒是争先着背过 总得临死一搏吧 哪里有这么严重啊 我说了 父子反目 都能这样狠辣 夫妻成仇 就更有计较 你想去求你母亲 恐怕不用我来求 没猜错的话 我母亲大概已经回到南京了 伯母和老股东也有人情 但我觉得他不会帮你 嗯 他若是有心帮我 不会到现在 连一个电话也没有 他会不会 根本不汤这趟浑水 他一定会汤 他这么恨卢教学 怎么甘心让他得逞 我们就耐心等他来 等他举牌 等他进这个局 只要他肯来找我 那就什么都好说 一支生出品 白云诗原著 《1930来的先生》第25期 制作组 策划 静水 编剧 陶吉二 导演 静水 后期 陶吉二 美工 西月 宣传 斗一刀 必战字幕 我是一把剑 配音组 金山 轩纵 白羊 杨仔 李念 东东 郑美荣 陶吉二 许之柳 心外无误 苏洛峰 古月三刀 金海龙 狼牙 新闻记者A 扶梦若薇 新闻记者B 十六页 海龙员工A 十六页 海龙员工B 水无牙 新闻主持人 桃花 财经节目主持人 清风绝影 保罗 刘申 片尾报幕 静水 广播剧首发 尽将论坛 之优声游色板块 本作品 仅供配音爱好者 个人学习 交流 请勿进行二次修改 和上传 或者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一支商出品 白云诗原著 1930来的先生 第二十五期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